剛剛講的這個聯合報的民調之外 其實林傳媒在郭台銘出局的那一天 到五月十二號 做了一萬份的網路民調 一萬份算是不錯的 對對對 而且他的網路民調 不是你自己上網去填的 而是他是用他的資料庫裡面寄email給你 你寫完之後回來統計的 他的他的統計狀況是這樣子 是對每一個政黨的負面觀感 對民進黨負面觀感有四十七Percent 然後對國民黨在對國對民進黨的負面觀感裡面 會願意投給侯友宜的有三十八Percent 投給柯文哲的有三十一Percent 所以證實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在討厭民進黨的這些民眾裡面 他有三成八會投給侯友宜 另外柯文哲投給柯文哲有三成一 所以代表一件事 侯友宜並沒有在反律這邊 占了占了絕大多數的便宜 所以那個圖看起來可能會更快 這個圖的部分 因為我們印的是二十歲到二十九歲 其實又更清楚 這是對民進黨負面黨性的一個統計 你看藍 本紅色的部分 就是他會投給柯文哲的 那會投給何柯友宜的只有三成 投給柯文哲的有有五成七 那對國民黨有負面黨性的人 你看他絕大多數 將近六成全部都是投給民進黨的 對民眾黨有負面觀感的 有將近八成三 全部投給民進黨 也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討厭國民黨 討厭民眾黨的 幾乎都會堅持賴清德 但討厭民進黨的人 就會分成兩塊 這對民進黨有利 是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這就是為什麼剛剛主持人一直講說 國民黨現在似乎有一個氣氛叫做無鍋投科 為什麼 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我不一定要支持侯友宜 我不支持侯友宜的原因 是剛剛講的就是說 我認為侯友宜在這個選舉的整個過程裡面 似乎對於我國民黨的一些過去的政治人物 或者是地方派系都是充滿了批評 過去國民黨有難的時候 你也在歲月靜好 比如說這個 黑金爭議你怎麼整合 這是我們幫侯友宜整理出來 國民黨的黑金你看 宜蘭縣長林之廟 有什麼偽造文書 有洗錢有貪污治罪 沈隆忠雲林縣的議長對不對 還有包含跟他合照的新北市的議員周勝考 還有他的中常委傅崑崎 這個傅被受敵的傅 傅崑崎 他也是他認為的黑金嘛 對不對 還有這個中常委陳中興 蕭景田他們的議員立委 吳怡丁還有包含前台南縣長林明珍 完全不幫他站臺的 另外還要翻到另外一頁 這裡還有八人 全部都是所謂侯友宜所謂的黑金的代表 我告訴你 這些人你都沒有辦法整合難怪在討厭沒有辦法支持民進黨的人裡面有這麼高的比例可能會放棄侯友宜支持柯文哲 另外我要講的柯文哲有沒有可能藍白河 為什麼柯文哲有一大群的支持者都是年輕人而這一群年輕人就是討厭國民黨因為國民黨跟他們的價值完全不一樣民進黨因為現在執政我不可能支持執政黨就算是我價值跟你比較相同但因為你是執政黨我就不可能支持你我轉而只能支持非藍非綠的柯文哲那如果柯文哲現在跟年輕人最討厭的國民黨合作了 年輕人就會放棄他要不就是不去投要不他這個選票就會轉投賴清德 所以我認為柯文哲他很聰明 他只要風向對他好他就轉向你知道他曾經講過什麼柯文哲那時候從美國回來的時候提所謂的要跟郭台銘組聯合政府 郭台銘那時候說什麼說他還沒睡白說他從美國回來有時差還沒有睡白 可是你看現在這個時候因為郭台銘被柯這個國民黨炸毒被騙婚之後他的老婆被騙走之後你看他現在轉過頭來跟他合作他的發言人居然說他們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九九九可以合作所以這都代表就是說柯文哲他其實已經抓住了郭台銘的心